东方多错病局以盐查家宣传模式加强执法检查 强化烟花爆竹竟然进放宣传 不断提高竟然进放工作知晓率 大力营造竟然进放烟花爆竹的良好社会氛围 我们今天来是检查 你们在超市里面有什么小伤烟花爆竹 没有 连日来东方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的民警们 持续开展烟花爆竹执法大检查 对辖区内大小商超小卖部进行排查 查看是否存在违规销售烟花爆竹行为 超市店主叶长福告诉记者 前段时间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们就告知他们不允许销售烟花爆竹 这几天也经常到店里来检查 督促他们落实相关规定 派出所都经常会过来提示我们的 这个我们也一直都是很重视的 就一直都也不销售这种东西 一直都知道这个遵守的法律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东方明确2021年全年八所城区各乡镇镇需 禁止燃放所有类型的烟花爆竹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将面临传唤24小时 罚款500元处罚 销售烟花爆竹将面临行政拘留15日内处罚 如非法储存烟花爆竹达到规定数量 还将面临刑事拘留处罚 1月1日至1月13日 东方共查处违规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行为5起 其中非法燃放4起 非法储存1起 对我们侠旗从现在开始 我们都是异常式的检查 还不定时的进行抽查 为确保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人人知晓 阿佐镇扶民社区的干部们 通过发放宣传单张贴宣传海报 播放大喇叭的举措 在社区内形成尽燃尽放的良好氛围 工作人员通过多种宣传方式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的跟居民沟通 使禁止违规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的观念深入人心 福民社区居民洪光蓝对记者说 自禁燃令发布以来 他们家里已经两年没有放过烟花爆竹了 禁燃令的发布 也让市民群众明显地感觉到了环境的变化 以往逢年过节 鞭炮声 烟花声此起彼伏的情况 已经不再存在 两年都没有打过炮了 公路上很干净的 你要找个烟炮的指向都找不到 真的 我很支持政府这样的做法 是对的 目前 微做好2021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 各职能部门正在积极开展各项宣传工作 通过严查和宣传 刚柔并济的引导市民群众 自觉参与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行动中来 共同营造舒适的人居环境 让东方的天更蓝 水更清 空气更清新